苹果中国宣布将已旧换新的活动延期至3月25日之后 国内主流电商平台也在迅速跟进 苏宁和京东先后宣布iPhone全系降价 苏宁手机官微宣布 今日对苏宁易购和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的iPhoneX调价 最高降价1000元 据了解 本次活动是配合女王节上线 所列产品于3月7日正式开售 目前仅可加入购物车 从相关页面查的 苏宁易购和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 部分版本售价有少许差别 但总体差别不大 以苏宁易购为例 iPhoneX64GP以下单价7388元 256G以下单价8688元 512G以下单价10390元 iPhoneXmax64GP以下单价7988元 256G以下单价9188元 512G以下单价10799元 另外 京东方面也宣布 iPhoneXmax最高值降1700元 京东方面表示 京东本次优惠降价主要为了回馈消费者 对部分苹果产品开启促销活动 活动内容来看 iPhoneX64GP以下单价7399元 256G以下单价8799元 512G以下单价10599元 iPhoneXmax64GP以下单价7999元 25612G以下单价111099元 除了iPhone之外 京东方面还宣布 此次降价还将覆盖iPad、Mac Watch、AirPods等全品类 近期有换机想法的 行动起来吧 苹果iPhone疯狂降价背后 1.产品不再吸引用户 在拍照、信号等用户体验方面 被安卓阵型超越 本地生态接入等方面 落后本土手机品牌 不断攀升的价格 突破消费者快销品承受力 把手机这类大众生活 品当奢侈品销售 这条路线 如果缺乏绝对有利的创新 或是更强有利的IP 很难被大众接受 并且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手机市场消费 热情整体在降低 过强的耐用性 iPhone品控标准较高 耐用性表现出色 且零配件 更换市场成熟 通过升级iOS导致系统超慢 而换机的做法 在备受批评的iOS11时代被终结 iOS12强化了速度体验 甚至让几年前的iPhone6s iPhone SE流畅运行 这也是阻碍新品销售的一个重要因素 都 都